北斗翁,快信,今天是2020年4月7日,星期二,我们今天有五则新闻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天第一则新闻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海港城的一个大客户叫做Vantino 她租了9,600呎的旗舰店,决定不和海港城继续租下去了 这件事当然会影响到公司九龙置业的收入 但她今天很幸运,因为我们的大市有得升,所以她的股价依然可以保持硬正 现在报价29.6毫半 但问题就是这家公司如果不再逐租的话,9600呎的地方要找人租出去相当困难 现在这个情况,而且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陆陆续续呢? 都有一些大型公司她们都顶不住了,所以就决定放弃再继续租下去了 如果这样的话,这家公司的租资业务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打击 兼且相信她应该是要减租给客户的了 就算她们没有搬走的客户,都是要减租给她们的了 那减的幅度多少呢?要迟点我们看她的半年的业绩才可以知道的 另一个新闻都挺过瘾的,我就想说一下 因为就关于有一宗的地产叫做高银金融 她之前就买入了这个启德的一块地 这块地的价值当时是89亿多的 这个89亿多是由两方面的人去贪分的 高银就占60% 另外大股东潘苏通就占另外40% 原本就相安无事的 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呢? 这个潘苏通好像财务上应该有些问题了 用21亿的价钱就把四成的股份卖给高银了 那买卖给她也不要紧的,问题就是其在 潘苏通这一次的交易是会不见了14亿的嘛 那无端端买一块地就不见了十几亿 那真是不坏了 那最后会怎样呢?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高银就拥有这一块地 就是100% 但是价格就没有当初投回89亿那么高了 现在大概是75亿左右 但是 现在又有另一家公司 听说愿意出某一个价钱 去买了这一块地 那这一块地究竟是多少钱 会卖出去呢? 会不会高过75亿呢? 暂时市面上还没有消息 不过呢,对高银金融这一家公司呢 今天的提振就挺好的 起码她公司的股票就升了10%以外啦 那其实呢,这一家公司现在炒了一叠呢 都是一百多亿的而已 那她敢去投一块地回来 是之前是89亿,连起码的话 整百多亿等同一家公司的市值 这样行不行的? 所以她今次脱身的话呢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问题就是 究竟会不会卖得高过75亿 这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啦 另一样我们更加想知道的 就是哪一个是买家嘛 第二则新闻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美国的经济啦 那有报道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经济呢 可能会是萎缩大概30% 哇,那这个真是吓死人啦 那这段新闻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呢就是前联储局的主席啦 耶伦啦 他就说呢 第二季的失业率呢,可能会去到13% 哇,那很糟糕 我之前说就是说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 当时的失业率都是去到10% 如果打破这一个纪录的话呢 那也挺可怕的 所以她推断呢 如果失业率去到13%的话呢 理论上的经济的萎缩度呢 可能都会去到30% 那么厉害的 那会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呢 暂时呢 就未知着 但是美国现在的疫情呢 相信是未到达一个高峰的 还有得去的 那怎么办呢? 不过股市就好像没什么反应 反而股市就带头不断地向上升了 那么在上个交易日呢 这个杜瓊斯指数呢 已经升了成1600几点 这就是一个大赌场来的 现在就升了7.7% 不过我现在在录音的时候呢 听说美国那边依然是继续上升的 而杜瓊斯指数呢 现在就刚刚我看了呢 就升了7-8点左右啦 那看一下它可不可以坚持到啦 因为现在离开 今天的收市呢 就还有很长的时间的 所以要慢慢看下去才知道 那么股票升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起码我之前买下的这一间 辉税药业这一间公司呢 它的股价都涨了 记不记得我上次说过 说我都卖了一批股份出去呀 那批股份卖了出去之后呢 那股价又不断地涨了 那怎么办呢 那都没什么的 我只是买出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那我可以陆陆续续再出货的嘛 最好的呢 就是今天听到有个消息啦 就是这个辉税药业呢 就和另一间公司啦 叫做BioNTech这一间公司呢 就是研发一种新的疫苗啦 就是对付这个新的肺炎的病毒的 那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消息 有研究出来的话呢 那我就发达啦 起码这个市场呢 是说几百亿美元 如果他发明得快又早又OK的话呢 推出市场的话呢 那今年呢 他就有运行啦 所以呢 现在最重要呢 就是看着这一间公司 究竟他的股价表现好不好先 当然不需要等他那个疫苗 研发出来才卖出股票的 当他的消息吹到含含含声的时候呢 就是出货的好时候啦 第三则新闻呢 当然是想说一下一些喜事啦 在我们香港里面的 就是中电呢 大显神威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记得中电是跌得很惨的嘛 有很多人都哭到死去活来呢 都说不知怎么办 那也是的 因为呢 中电这间公司的股价 由3月5号的84.2呢 高峰位呢 在一会儿很短时间而已 在半个月都不够的时间呢 就跌到去65元 就是3月23号的最低位 这样跌下来 谁人都害怕啦 所以呢 跟着又怎样呢 升上去现在就接近80元的水平喔 那你想一下 如果由84.2跌回到最低位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跌幅呢 已经是达到22.8% 对一间呢 比较稳重的基建股也好 公用股也好来说呢 其实这个跌幅呢 是相当之夸张下的了 不过如果由低位置 扔回到80元的位置的话呢 那又不同喔 这个就叫利润嘛 这个利润又会是挺好的喔 那有多少呢 差不多而已 都是大概是22.77%的升幅 那所以呢 如果哪个那么好彩可以在65元 撓到货的话呢 这一排肯定喝得杯落啦 因为他用了几长时间呢 一会儿而已嘛 又弹回到80元啦 所以呢 我就奉献各位 如果你们拿着这一只股票呢 现在就是不是应该喝得杯落 也都可以很放心呢 那其实这一间公司呢 都不错的 因为他的派息都挺好的 虽然他连续呢 两个年度呢 他的盈利呢 都是差了的 尤其2019年呢 就差得比较紧要的 那谁叫他在澳洲那里买了什么 但是呢 他的股息呢 就没什么怎样少到的 反而今年呢 业绩差了啦 但是他派的股息依然是有得增加的 那当然 汇丰都买个东西啦 所以会不会这一间都买东西啦 那暂时来看呢 这一间就应该不会的 如果澳洲那边的业务呢 不再恶化的话 香港就一定没问题的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中电 在香港他是受保护的动物来的嘛 有政府的保护罩保护住他 他有排都不用怕啦 因为他有个准许回报率 去到好像2033年的 那有什么好怕呢 就是香港呢 钱就赚硬的啦 但是如果他外面的业务不好的话呢 那就另作别论啦 另一只股票呢 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的 就是这一只长江基建啦 那我今次讲的名字叫再显神通啦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他的性质呢 就跟这个中电是差无几的 他最近的股价也是跌到 阿妈都不认得的 那他开头跌的时候呢 就没开始跌之前啦 就是在年初啦 1月14号啦 当时他做的股价呢就是58个多 那我都觉得都是差的啦 那谁不知呢 他还可以叉上加叉的 那叉到怎样呢 去到3月23号的时候呢 那他没有中电那么坏的 突然间急跌 他就拖拖拉拉都几个月之后呢 那去到3月23号呢 都是跌到下去35.6毫半 哇大佬 这个跌幅不是说笑的喔 虽然现在跌回上去大概是47元的位置 但是如果又从高位呢 跌到最低位的时候呢 其实跌了38.8% 厉不厉害 当然厉害啦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英国那边不太好 还有其他的地方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令到他那个汇率呢 跌得很紧要 那他在外面掩饭的 这些汇率一跌的话 肯定没有运行啦 但是他也都由低位弹回上来的 我起码见到连续三天了 他的股价呢 是不断地4个%5个%地涨上来的 那所以呢 今天就涨到上去大概47元这个位置啦 那由低位涨到上去这个位置呢 也都涨了31.56% 所以如果当日在3月23号 谁人敢在35.36元撩的时候呢 现在看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是笑到脱下巴啦 因为在短时间之内呢 他们也都赚了三成多的 所以什么时候都这么说的 在那个环境有危有机的情况之下 就是看你够不够胆啦 不够胆的站在一边 那就没有允限了 够胆的搏一搏的 那这一步就赚到啦 那但是我们都不要说太过冒险啦 因为这个时势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虽然长江基建是一家很稳定的公司 但是始终他的业务都是环球性的 那环球这段时间不好的话呢 他都挺麻烦的 我们看回他那个股息派法啦 他应该是连续23年呢 都是有股息增长的 那这个神话呢 跟汇丰差不多的 就是好像说有息派那样 他这个神话也都不能破灭的 如果他今年来是破灭了的话呢 那就大件事的啦 所以23年是不容易的 但是可不可以做到第24年 第25年都可以增长呢 那个股息 那就要再看看他有没有本事呢 令到那个业务呢 可以稳定下来啦 但是他现在的派息比率其实也不算高的 都是接近是60%而已 那其实如果是业务有少少倒退的话呢 理论上他也都有条件呢 是继续可以令到股息是向上升的 不过升幅呢 大家就不要想得太过乐观啦 都是轻轻地这样升一阵而已 第五则新闻呢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又是和回风有关的 因为今天这个汇丰小股东大联盟呢 他们就出来说话啦 那么有些额外的小道消息呢 就说了原来有一批人呢 就是借钱呢 就买汇丰的 那借钱买汇丰 理论上呢 又是没错的 因为他说稳定嘛 那他这个玩法怎样看呢 我看完份报章之后呢 就把它呢 就放在这里呢 拆解给大家看一看 那假设呢 他就说你可以呢 问一些的公司 就借一百万回来 那这个息率呢 就很低的 那我就假设呢 这个息率年息大概是三厘左右啦 那所以如果你是贪五年那样还的话呢 理论上呢 你每年 每个月呢就要还这个一万九千几元 那你说哇 那不是很棒的 一万九千几元 不过这个数呢 已经是年本带来要还的了 要还了五年 即是六十期啦 好了 那 借了这些钱之后呢 当然就去买汇丰啦 是不是 那整份身家就躺下去 买汇丰 那买到汇丰之后呢 问题就出现了啦 那如果你每年呢 大概 每个月要还一万九千几元的话呢 那一年呢 大概要还二十三万的 好了 假设汇丰这一百万呢 有六厘半的回报率啦 那你就可以收回六万五千元回来的股息 那扣除了这个股息之后呢 理论上呢 你自己私底下呢 还要贴回 大概是十六万五千元出来 那每个月为万呢 你都要给多一万三千几元的还款 那你说哇 一万三千几元还是多的啊 还有没有计划可以不需要给那么多出来 但是又可以hold住这一百万的汇丰的股票呢 都有的 那有些的银行呢 就如果你有一百万的汇丰的股票呢 你立刻去做抵押的话 那这个呢 就叫做股票抵押透支啦 通常呢 它说啊 这些是蓝筹股 就可以借六十个percent给你 所以这一百万呢 它额外再借多六十万给你 哇 那你发达了 又多六十万在手了喔 那六十万在手的话呢 那这个股票抵押透支呢 它是还息不还本的 就是你每个月呢 你只要还到息息就行了 你欠它的本金呢 不需要立刻还的 那所以呢 那利率呢 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4.25%啦 如果我知道中信银行呢 是有这个服务的 那就是4.25% 好了 那我们来一个假设 如果你第一个月 那你要还一万三千多的嘛 那你没有钱还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在这个透支户里 拿一万三千多过去那边还咯 那你说这一个月要还多少钱呢 那很便宜的咯 如果你只是还息不还本的话呢 第一个月呢 只是给四十七个多 那就可以搞定了整盘数的啦 那接着第二个月呢 都是加多四十七个多上去 因为你第二个月 你又要再借多一万多元出来还 那两个月加上的 差的钱呢 那利息当然要加上去啦 那第二个月呢 你就要还九十五元的 那你说一口水都不用 出去吃餐饭都是那样的啦 那所以呢 第一年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呢 无风无浪的话呢 其实你的利息总支出呢 就是三千七百多元而已 那你就可以拿着一百万 在那点来点去都可以的啦 那最主要呢 就是最紧要 都是这个 汇丰银行的股价呢 不要跌下来 那是真的 那假设如果你当时 用一百万去投资的话呢 六十元一股的话 你大概可以拿着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啦 是不是 那如果这么不幸 突然间汇丰好像今次那样 那个股价一跌又是三十八元的话呢 其实你现在呢 那些手头上拿着的股票呢 只是值六十三万多而已 那你已经亏损了三十六万的了 那这个还没指哦 还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当初呢 这个股票 那叫透支的户口呢 它说借六成给你呢 是用市价来计的 当时值一百万 那当然可以借六十万给你啦 但是现在如果你那个汇丰银行的市值 跌到内只剩下六十三万的话 那你当借六成 那就是六六三十六 它最多借是三十六万给你而已 那所以如果你每个月呢 在那个透支万几元 透支万几元这样的速度的话呢 在两年之内左右呢 那就会全投资了的了 如果汇丰银行的股价不涨上去 所以呢 这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汇丰银行 可以的股价在这几年之内 是升上去六十元的话呢 这一条招其实是挺好用的 用得着的 但是你知道啦 有时候的东西过不了那一关 就是过不了那一关的嘛 所以都是那句咯 还得起先好借哦 在这里呢 再提醒各位 因为我都有写网字的 在这个网字呢 有个地址在这里 而且里面呢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文章呢 包括了长江基建 如果你们有心想去投资 在长江基建身上呢 可以进去里面呢 看一下我的文章啦 因为它里面呢 都有内容呢 介绍了整间公司的架构 挺好的 那你看完之后呢 麻烦你们呢 可以的话 就帮我按一按附近前后左右的广告啦 另外 希望你们呢 可以将这条片 介绍给这些朋友啦 希望他们会订阅多些啦 按下小铃铛 我的信息很快会送到你们面前啦 当然 当然不少得你们的支持啦 希望你们看完这条片之后 可以给个like 最后 当然要祝福各位身体都健康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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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